求学 奋斗 他们是好友还是恋人 求医 问药 他们解读不一样的爱情人生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 但是他们的故事赶天动地 病床前的求婚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雪上加霜的困境之中 他们如何寻找温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病床前的求婚 病床前的求婚 已经一个月了 向华每天风雨无阻地往返于出租房和医院之间 除了做饭的时间离开李珍一会儿 向华大部分时间都寸步不离守在李珍身边 李珍得的是白血病 医生预计李珍的治疗费用需要大约70万元 这对李珍和向华的家庭来说 可谓是天文数字 他这个肺部感染的情况 相当难能控制一些 所以都是他的治疗时间 非常增加的 我的手机特别无助 因为 这个东西像以后下一样 摆在我的 摆在我的面前了 为了策略 为了策钱 向华背着李珍干了件出格的事 这件事通过媒体报道后 这对在和病魔抗争的90后恋人迅速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 讲的是四个90后的爱情 在浪漫和奢华背后 他们主张一心一意的爱情态度 追求一生一世的爱情长度 也有人说 这90后的爱情 别看电影演得那么好 其实经不起风浪 它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他们追求的是刺激和浪漫 就在向华和李珍的故事被网络爆出之后 网友们除了关注他们的困境 大家热议的更是他们的爱情 特别是向华的这个举动很吸引眼球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向华和李珍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 虽然他们自从大学进了校门 就互相认识了 可一开始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爱上对方 四年前 向华和李珍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他们在一个学院 但不在一个班 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来自农村 向华的老家在湖南绍阳的农村 家庭贫困的他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 大一的军训和学生会 李珍认识了向华 而李珍和向华一样 除了应付课程 他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做家教 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他也做兼职 我也在做兼职 然后他忙着他的事情 我忙着我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共同的几个圈子 也在忙的 李珍的家庭和向华很相似 在淮化农村务农的父母 拉扯大他们兄弟三人 还欠了不少外债 除了努力学习 李珍就是四处找兼职 做家教挣钱 从大一开始 向华和李珍 就是各自班级的负责人 同学会和校学生会的骨干 在很多场合 他们工作都产生了交集 慢慢地他们熟悉了彼此 相同的境遇 会让人和人之间 有很多共同语言 向华和李珍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课余时 李珍会陪着向华打羽毛球 向华也会去看李珍打篮球 向华觉得 李珍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因为经常在一起 向华和李珍 平时总是被同学们开玩笑 觉得他们很般配 但在向华看来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爱情 他们不是说感情的事情 要有爱情 那就激情在嘛 就没有那种心 哼哼哼的那种跳动感 也不管他们怎么开玩笑 我们两个人 没想过我们会在一起 大学 是年轻人青春成长的地方 向华也希望能收获自己 轰轰烈烈的爱情 大二那年 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向华和李珍 几乎同时有了各自的男女朋友 几个月的恋爱后 也几乎同时结束了 昙花一现的感情 就是失眠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 没找到人陪我去凤凰 我以前在心中 一直有一个觉得 就是以前看过一句话 我就记住了 我就觉得 一定要跟你最爱的人 去想凤凰 然后他说他愿意陪我去 大二那年的暑假 李珍陪向华去了 他向往的地方凤凰 向华心里对李珍的情感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感觉有一个 很微妙的肩膀 让我冰车 但两人的关系 还像从前一样 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只是朋友 到了大三那年的寒假 向华的奶奶 突然病倒 需要钱治疗 为了给家里减轻压力 向华提前到学校找兼职 我就走的时候 因为我前段时间 有来教学金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拿了教学金 不用担心 我身上很多钱 然后实际上 那时候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 到学校很多天后 没有找到工作的向华 花光了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 而这天到了向华的生日 走投无路的向华 想到了李珍 李珍赶到学校陪向华 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 这天也是元宵节 晚上两人决定去看烟花 十五号晚上的时候 我们去看烟花 现在来不及了 走到我们学校 修工公园的时候 他拉扯的时候就跑 就这样跑着跑着在一起了 也没表白 跑着跑着 你就跑在一起了 手牵了一块了 打这之后 向华和李珍成了男女朋友 但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们还像以前一样 只是暗地里相互鼓励 和帮助对方 好像感情就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人 你可以 所以我在这个她面前 我可以很真实地做我自己 很多年纪觉得 九年后谈恋爱 一般都会不念念的 但是其实我们俩在一块 什么都没有 我们没有约会 没去看过电影 她每个声音给我花 慢慢地 和李珍在一起 平淡而踏实的时光 令向华越来越喜欢 她心里觉得 只要有李珍在 就很有安全感 很温暖 很自在 感觉对方在你心中 比自己重要 对方的快乐 比你自己快乐重要 然后我觉得可能爱情 应该是这样子 不应该是别人说的 那种心跳的感觉 从相知到相爱 从好朋友到恋人 在外人的眼里 李珍和向华的相处 没什么改变 就是跟原来一样 变化的恐怕就是他们各自的心理 而这个变化呢 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情感 而是面对爱情的态度 从最初对心跳的憧憬 到现实中对温暖的触摸 向华和李珍完成了自己对爱情的感知 他们很自在 很踏实 就这样 踏踏实实地过了一年 转眼就到了他们大四快毕业这年了 向华和李珍约好了一块考研 他们要一起奋斗 共同的梦想 让生活继续踏实下去 向华和李珍在一起后 他们决定考研 但这次考研 他们没有如愿以偿 李珍考研失败了 向华虽然考上了研究生 但不是自己理想的学校 第二年 向华和李珍决定第二次考研 已经毕业的他们没有住所 于是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靠兼职来维持考研期间的生活费用 而这样朝夕相处的日子 向华对李珍的好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我记得很深刻 他家教发了800块钱公司 他给我400 我们的生活费 还有400就是每个人200 每个人200 因为都有一些零花的 有零花钱 和所有女孩子一样 向华的零花钱 每次很快就用光了 而李珍总是第一时间 给向华解了围 我200块钱 过半个月就花完了 过了20钱就花完了 他的200块钱可能还有150 所以说没钱了吧 那就把他的150给我100 关键不是这个 关键是200块钱 我来100花完之后 他的50还有20 他就会把拉丝传给我 不晓得朝着 没对着墙 有时候手头宽裕点 李珍还会给向华一些惊喜 他出去逛街买点东西 结果他就给我买了一个 298的包 他其实给我的这都不多 我们在一块 因为我们两个 只不容易的 但是实际上 他给了我所有他能给的 第二次考研的日子艰难而快乐 2014年4月 向华和李珍 终于顺利考上了各自理想的学校 两人都非常开心 畅想着未来的打算 我们俩都挺开心的 我们还计划着 去哪里玩啊 就是我们又想过很多以后的受想 有时候再一起去考虑嘛 以后要干嘛啊 一直维持 这个 这种受想一直维持到 6月底 6月27号之后 开始慢慢被打破了 2014年6月底 李珍开始感觉尾椎骨疼 为了省钱 向华和李珍只找了一个小诊所看病 我拿他去医院看 他不愿意去 他就去找小诊所 小诊所便宜一点吧 在小诊所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后来 李珍总是会吐 痛得受不了 不能躺 不能坐 这让向华开始担心起来 但不是说 华华的骨散 我们医院的骨壳比较好 我就把他拽到那个医院去 向华和李珍 到了大一点的医院做检查 在医生的一番询问和检查后 发现 李珍的白细胞很异常 结果最后 等到晚上 还有两个手边 那边打电话 过来说 你马上过来一下 就那个白细胞 异常 异常很多 向华说 他听到这个以后 心像塌下了一样 一时的打击 让他很难接受 他背着李珍 跑出去哭了 首先是觉得不可能 但不可能之后 想着想着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必须要去解决 不敢接受事实的 向华心里 还残留了一丝希望 他觉得 李珍的病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他希望能到市里的医院 做更全面的检查 他现在在这边 只有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病人 又高烧别弱 所以我觉得 我都把那种不相信 怀疑 都觉得李珍出来了 出来了 就变得一场理智 7月3号 向华和李珍去到长沙看病 在汽车上 泪水包裹在向华的眼眶里 我没有哭出声 就是眼睛一直刷 眼睛就像外面 下个雨一样刷了 然后我就 看着外面的雨 还在响着就不败了 他们来到湖南湘雅医院 做了检查 医生告知他们的检查结果 确定了李珍患上的是 急性白血病 急需住院治疗 而治疗费用 多达70万元 巨额的治疗费用 对向华和李珍 这样的家庭来说 可谓是偏文数字 为了给李珍筹钱治病 李珍在深圳打工的大哥 辞了工作赶回了长沙 在我经历经济条件的话 肯定是治不了 若是我们想的话 就先找亲戚朋友 找朋友去见 他的肺部感染很重 在于他的心脏耐受并不好 住进湘雅医院后 李珍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每天大量的药物 让李珍很痛苦 我们经常用命运多舛 来形容那些 命运当中充满了不顺利 一生坎坷屡受挫折的人 向华和李珍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想要的并不多 虽然他们很努力 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努力挣钱上学 努力让自己的学业 更上一层楼 但是挫折 一次次横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历经考验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 那到了这个份上 向华和李珍就要修一场苦行 70万的治疗费用 难以治疗的急性白血病 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 很猛烈 两个人一时间都回不过神来 李珍治病的钱从哪找 他们的爱情在这场苦行当中 又会变成什么样 明天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求学 奋斗 他们是好友 还是恋人 求医 问药 他们解读不一样的爱情人生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 但是他们的故事赶天动地 病床前的求婚背后 有怎样的故事 雪上加霜的困境之中 他们如何寻找温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病床前的求婚